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超哉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产品经理不在纸上谈兵 我们今天开始第八讲 微信公众号PK原生APP 今天的主题显然是针对两个事件 一个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原生APP 为什么这两个会PK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创新的团队,一个新的项目 在做之前,作为产品经理首先考虑的问题是 我到底要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我究竟要做成一个原生APP 还是在微信里面直接做一个公众账号? 那么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的创新团队都会面临的问题 为什么有这种困惑呢? 微信公众号依托强大的微信客户端 微信客户端复议了中国最广泛的网民 有很多的用户基础 并且微信公众号开发起来比较容易 有现成的接口 那么微信公众号也提供了很多现成的功能 比较容易开发 原生的APP体验上是非常好的 并且是做的一款全新的产品 也是自己家生成的产品 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选谁好呢? 这可能是每个创新团队都要面临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次课的课程目标 本次课有三个目标 第一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了解 APP发展的整体趋势 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到 原生APP和微信公众号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是掌握用微信公众号做产品的条件 也就是说什么条件下 我们用微信公众号做产品 而不是用原生APP 好,明确的目标之后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沿部分 那么为什么两者会出现PK呢? 其实是因为微信 我们说微信的公众号 现在功能越来越强大 它已经逐步的取代了一些APP的原生应用了 尤其是在H5 HTML5这个技术 非常成熟以后 那么微信公众号有了更强大的技术支持 那么微信的公众平台团队 也相应的开发了很多公众号里面的功能 那么这些功能的丰富 都使得微信的公众号 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信息推送的一个平台了 里面会包含着很多很多的类似的功能 比如说微信支付 那么公众号呢 就提供了这项服务 但是我们说 微信的公众号 是不是以后就完全取代了原生APP呢 显然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 毕竟现在来说 原生APP还是主流 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目前来说原生APP总体的发展趋势 这是一张 今年年初 15年年初的一张图 这张图呢 是发布的 2014年 包括之前13年和12年 整个原生APP的总体发展趋势 我们看12年的时候 也就是倒退三年前 12年的时候 季度 季军增长率是36% 当时呢 这个智能机的规模呀 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大家都在换手机 由老式的诺基亚手机 换成了后来的安卓和iOS系统 到了13年 季军的增长率同样也比较高 增长率达到了14% 13年 但是去年 这个增长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下降到了10%以下 那么14年整个的季度平均增长率 仅有6% 那么从这个图里面不难看出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那么人口红率的优势 在逐渐的削弱 那么每个人换手机的频率 也没有太多的增加 那么用户已经使用到了智能手机 所以说该使用的人 机被已经使用了 所以说我们说 智能手机本身的数量增长率没有原来高 那么相应的智能手机里面应用 他们的增长或者是活跃 也没有值钱这么高了 我们再看一个分布占比 我们说互联网哪家强 可能首推BAT 那么BAT呢 也是当年PC时代的霸主 那么我这里面呢 给了一个统计 是从用户规模的角度 在PC时代 我们选了20款PC时代的产品 划分出来是BAT三家 占了20里面的13系 里面就包含了百度搜索 淘宝 腾讯 QQ空间 天猫 好夜三等等 一共占了20款里面的13款 占幅比例非常大 转到了移动端 BAT的优势不但没有降低 反而有所提升 在20款应用里面 BAT的产品占了17系 那么它的占比呢 有大幅度的提升 其中就包含了我们平常所用的 微博 微信 QQ空间 百度搜索 手机百度 等等 那么显然 从现在的APP的总体发展趋势来说 BAT是主流 而且是绝对的主流 我们大部分用户在手机上 使用产品主要的停留时间 还都是在APP这个矩阵里面 在BAT这个矩阵里面 所以说如果是你做一款新的应用 那么如果和你竞争的 有的时候往往不是你同类的竞品 而是BAT的产品 因为用户大量的时间 都沉浸在了BAT的应用里面 他没有太多时间去关注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微信公众号发展的比较火爆 也是源于微信有强大的用户群体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通过两张图 可以发现 这个呢是百度移动趋势力的报告 显示了目前来看 14年整体的这个智能级大盘增速 已经有了明显的放缓 季度的增长率仅为6% 也就是它意味着持续多年的人口红利 即将宣告结束 那么我们说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那么格局呢 其实没有明显的变化 BAT继续领先 而且甚至比PC时代的优势还要明显 无论是从用户规模 还是说用户停留时间 BAT都占据的主流 这也为我们所有的新的产品 如果想要发展 提供了很大的挑战 我们下面来看一看原生APP和微信的关系 究竟这两者我到底做哪个 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呢 画了四个向线 这四个向线呢 分别是从用户使用频率 和用户多少进行区分的 我们用户的多少和频率高低 都是以这种BAT的这种产品 作为维度来划分的 简单的说一下 比如说用户多 我们说哪种产品 做用户多呢 微博 微信 手机百度 QQ 百度地图 美图秀秀等等 这个我们叫做用户多 频率高 比如说像淘宝 QQ 微信 支付宝 地图等等 这都属于频率比较高的 那么频率高 用户少 那么这个有可能是 内容型的产品 垂直社交类的产品 可能会比较多 那么 用户少 频率低的产品 就是那些 比较小众的产品 比较小众的产品 它哪怕火了一时 但是呢 长期来看 它其实是用户少 频率比较低的 比如说现在还有多少人用联盟 现在还有多少人用足迹 其实是这样的 用户多 频率低 那么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一些内置的工具型应用 比如说天气 比如说内存整理 比如说日期 比如说变 比如说变腔等等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把所有的产品通过这四个向线 划分到不同的向线里面 然后我们再看不同类型的产品 它应不应该做到微信里面 首先我们来先看用户多 频率高的产品 那么这类产品呢 应该说是BAT的矩阵 基本来说被BAT所霸占 比如说刚刚才所说的百度地图 手机百度 淘宝 微信 微博等等 那么这类产品 那么一般来说是不会考虑在微信服务号里面去做的 因为用户的主要的使用场景还是用APP 还是用原生的APP 那么公众的符号呢 也提供不了这些应用的所有的功能 那么这类公司呢 一般来说也是BAT公司 它也不会想到在另一家 在腾讯的地盘上做自己的产品 所以说这个级别的产品和公司 一定不会在微信服务号里面去产生 那么如果说有一个新的产品 它也不会是通过微信服务号来产生的 而是通过原生的APP 所以说如果你的产品 未来的定位方向是用户多 频率高的这类产品 请放提微信服务号 因为它本身就不适合你 我们再看下一类 下一类产品呢 叫做用户比较少 频率比较低 那么这种产品呢 往往是比较小众的一些产品 带有一定的创意性 比如说我左边的这款产品 这款产品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它其实就是我们 智能的生成一寸照片的一个照片 一个APP 应该来说在某一种场景下 它是比较有用的 一秒钟就可以给你生成一个 身份证上的照片 一个一寸照片 但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年当中有几次 有这种生成一寸照片的需求 太少了吧 太少了 而且又有多少人会想到 用手机来获取自己的一寸相片呢 用户也比较少 所以说这种产品本身 用户就少 使用频率也比较低 它的需求呢 已经被分析出来 已经被验证过了 它哪怕做原生APP 它都没有太多的机会 那么它放在微信的付号里面 也没有太多的机会 因为需求本身 就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需求 它的用户少 频率比较低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产品 下一种类型的产品呢 叫做用户比较少 频率却比较高 怎么讲 用户少 我们是针对于BAT这种产品的 但是它可能是某一个垂直的领域 尤其是O2O方面的 比如像第一打车 上门洗衣 上门美甲 上门按摩 这类产品 打车也好 按摩也好 美甲也好 这类的APP的使用者 都是属于垂直的一类用户 那么不可能我们所有的人 都去上门美甲 上门按摩 所以说从用户基础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但是频率却比较高 无论你是打车还是上门洗衣服 上门按摩 如果你使用它的服务 你比较喜欢的话 会相对来说频率比较高 那么可能呢 一周会有一次 甚至是有多次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产品 我们说当然可以做上APP了 但是呢 在我们开发的前期 完全可以用微信的服务号 来做我们那个产品 为什么呢 因为这类用户往往比较少 那么通过微信符号呢 能够获取到更多的用户 另外来说频率高 也符合微信的使用场景 微信大家用的频率也比较高 并且微信里面呢 有很多这种 所谓的平台给我们提供的功能 包括支付 这样能够省去我们很多 高昂的开发成本 又能减少了我们获取用户的成本 所以说这种应用 往往是先通过微信的服务号 把这功能先做起来 先推广给我们用户 用户使用起来觉得比较好 再口碑营销 把我们的产品来推向整个市场 扩大用户范围 等到用户足够多了 我们可以单独做APP 我们可以参考第一打车 当时一开始只在 这个微信里面去接入 后来呢 也做成了自己的客户端 并且呢也粘住了很多用户 那么这个就是这类应用的 它的发展制度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 我们再看来看这个 用户少评计高的这种产品 这种产品 我们说在微信服务号里面 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那么目前呢 微信服务号里面 也有大量的做这种 auto的产品 并且呢 第一 并且这个微信自身也在做 比如像第一打车这种 它已经做到了微信里面 微信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做的产品 要做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 它面临的风险 也几乎是唯一的风险 就是要有的时候 会面临到微信自己的这种竞争 如果说微信也看中了这块大蛋糕 那么微信也要做自己的auto产品 它就有可能 全面的去和你形成竞争关系 那么微信给的渠道入口 肯定是跟你不一样的 那么如果说你要做一个打车 跟微信里面的第一打车 做PK的话 那你肯定PK不了 所以说我们在做 用户少 频率高 尤其是auto这种产品的话 一定要考虑到潜在的低 竞争对手 应该是微信 最好不要被微信所发现 最好不要让微信 太多的关注到我们 最好是微信 盯不上的那些领域 最好 然后呢 把它做大之后 然后逐步的 把自己的流量 导到自己的APP里面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我们再看下一种产品 是用户少 频率高 那么这类产品呢 还有一种产品 除了刚才所说的auto 还有就是垂直社交类的产品 这种垂直社交产品呢 本质上其实就是论坛 在这个微信内部呢 又叫做微社区 它可能就是一个垂直领域 比如说爱宠物的 这个妈妈团的 对吧 或者爱体育的等等 那么这种产品 应该说是非常适合 微信公众号的 为什么 因为微信本来就是一个社交的领域 它有比较浓厚的这种社交属性 那么通过把用户关系 获取到微信之后 然后就可以用用户的账号 去进行在微社区里面去沟通 应该说从生态环境来说 微信的这种公众号 是非常适合于这种垂直社交类的产品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公众号 推向给我们感兴趣的人群 那么一个前提呢 也是我们公众号是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那么如果说你的公众号默默无闻 没有太多的推广的话 那么你的垂直社交类 主要是没有人气的话 那么它肯定也做不出来 那么这就是垂直社交类产品 所以说我们说垂直社交类产品 本身是非常符合微信 但它同样也面临了一些危险 就像刚才说的 毕竟社交是微信最擅长做的东西 那么如果说你的这个领域 微信也关注到了 微信也推出了 像的官方的公众号 那么可能就会对你的用户进行冲击 那么所以说我们说微社区到了一定的规模后 也要往自己的APP里面去导流量 并且要试图能够让用户在自己的产品里面建立用户关系 建立自己的账号 而不是单纯的用微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微社区垂直类的这种社交 利用微信的一个作用 就是前期可以做跳板 后面来导流 我们再来看下一类产品 下一类产品叫做用户比较多 但频率比较低 这种产品 比如说像我们手机自带的 计算器 日历 变签 天气 闹钟等等 那么这类产品往往都是工具类型的产品 那么它的用户呢 往往覆盖的比较多 有的甚至比BAT的产品覆盖的还要多 比如像日历 闹钟这种 大家平常都在用 但是我们说这些APP 到底适不适合坐在微信里面呢 其实有的是不太适合 比如说计算器 我们说计算器 我们自己就原生APP 那么我们用微信 这种公众号 还有意义吗 肯定没有太多意义 但是有些呢 就比较适合 比如说像那个备忘录 备忘提醒 那么这个微信做就比较合适 因为微信是时刻提醒的 而我们手机上自带的备忘录 往往用过体验不太好 那么并且提醒起来 也没有微信提醒我们更关注 因为微信不天天都在用 所以说这类产品呢 比较尴尬 有的是特别适合 做到微信里面 有的是特别不适合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适合 什么样的不适合 这种工具类型产品 一会我们再详细的讨论一下